你说他们日本人为什么要放这种假的鹰 然后去在这里飞翔呢 一般情况不都是菜园才用这种方式吗 为什么他水稻田用这种方式呢 你看他这片水稻田很特殊啊 他这片水稻田呢没有秧苗 但是呢他擦了很多这种鹰 假的鹰在这飞翔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日本人 一颗秧苗也没有 我想到了一个 就他们直接的直播直接播种播撒种子 所以说他放这种假的这种鹰啊 然后在这里飞来飞去就是为了赶走鸟啊 赶走乌鸦去啄食他这些岔的这些种子 应该是这个吧 你觉得呢 你看这片水稻田 每一个角落都放了一个假的鹰 在这飞啊飞 你过去看一下 旁边这片水稻田是直接有秧苗的 它就没有放 然后这边水稻田呢是没有秧苗的 它这里下面也有这些龙鸡的印哦 哦我看着了 我看到有种子了 你看看到了吗 有种子 这个 我再放大一点给大家看 哦看不着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 你看着了吗 这个种子现在发芽了 我再放大一点 应该你们看不着 所以说他就插了这个假的老鹰在这飞啊飞 就为了赶走这些鸟啊或者一些其他东西 去把它这个直播这个种子吃了 你看 它这个稻谷种直接就已经发芽了现在 它这片水稻田上面都有很多这个龙鸡印 然后这片水稻田也是没有插秧 它也是有这个插秧机的轮子的印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 它们直接做这个直播 直接把这个种子播在上面 你走近看一下 但这里没有种子呀 它应该这一片是没有进行直播的 没有撒种子的 你说这种方式行不行呢 但目前来看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 它也是跟随这个插秧机的路线啊 也是一条一条非常笔直的 三五个一波三五个一波 然后呢它目前呢 我看到它已经发芽了 在过段时间咱们再过来看一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看老鹰在飞呢 然后现在的话我在看了 它们这个稻田里面的这个种子啊 然后是保存的还是非常好的 应该一些鸟啊 应该着实的是非常少的 因为这个水可能也是形成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作用吧 然后你们觉得这种方法怎么样呢 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一个直播的方式 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评论区见 好 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